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Sanai当地时间19日报道 叙利亚总统办公室周二表示 应中方邀请总统巴萨尔、阿萨德及第一夫人阿斯玛 阿萨德将于本周四访问中国 中东观察网站LMonitor报道称 此行将是阿萨德自2004年以来首次访华 是中序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1年后 阿萨德只访问过俄罗斯和中东结盟国家 此次访华代表着刚刚摆脱外交僵局的叙利亚 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提升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称 叙总统阿萨德周四将率领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官方代表团访华 在北京和杭州参加一系列会议和活动 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长费萨尔、米格达德 经济与外贸部部长哈利勒 总统事务部长曼苏尔、阿扎姆 以及总统特别顾问布塞纳、沙班 叙利亚祖国报El Watten还称 阿萨德预计将出席9月23日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 据中东观察网站报道 这是自2004年以来 这位叙利亚总统首次访问中国 标志着中续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国也将成为阿萨德 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访问的第六个国家 此前他曾出访俄罗斯、伊朗、阿联酋、阿曼和沙特阿拉伯 中东观察认为 虽然总统办公室没有透露关于访华的更多细节 但叙利亚经济部长的参与可以表明此次访问的经济动机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兼作家科赛 阿比多、Kosei Abidou在接受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 Press TV采访时分析称 此次访问将会是酒精考验的两国深化合作的好机会 去年1月 中国与叙利亚已经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叙利亚正式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的新成员 阿比多认为 两国的合作协议可以扩大到食品、制药和技术等领域 今年4月 在与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宅卷会晤期间 阿萨德夸赞中方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的积极作用 还提到了放弃使用美元 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结算货币的新趋势 阿萨德说 世界上最显著的积极变化 当属中国 中方正以冷静、平衡的方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在实现稳定、和平和共同利益原则的基础上 创造了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新模式 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 当今世界都需要中国的存在 需要中国来重新平衡全球局势 法新社提到 半年前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方斡旋下握手言和 同意重新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 随即在中东引发了一连串的外交活动 其中也包括 今年5月 叙利亚恢复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资格 阿萨德受邀参加第32届阿盟峰会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 阿盟终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多个阿拉伯国家关闭住序大使馆 随着近年来叙国内和地区局势演变 叙政府同阿拉伯世界关系逐渐解冻 重返阿盟让叙利亚政府 结束了十多年来 在该地区的孤立状态 向走出外交僵局 迈出重要一步 5月19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表示 中方高兴地看到 一段时间以来 和谐的春风持续吹向阿拉伯世界 为地区国家带来新面貌 给地区人民带来新希望 叙利亚重返阿盟 充分表明 阿拉伯国家通过对话协商 加强团结合作 是民心所向 大势所趋 也充分表明 阿拉伯国家 有能力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作为阿拉伯国家真诚的朋友 中方始终支持阿拉伯国家 加强战略自主和团结自强 始终支持阿拉伯世界 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方怨同阿方 共同落实好手 借中阿峰会成果 推动中阿关系 持续展现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 为促进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阿拉伯国家